中产党 三个中产党 今天很难免续 也要讲郑洋娃 上次讲了华仔 今次讲华女 这位华女牵涉两宗 我认为他故意分析如何安排 短短几日间公布了两宗新闻 一宗就是律政司决定不起诉梁振英 另外一宗就是律政司决定不起诉自己 我们先讲了梁振英的一宗 我记得当时很多新闻报道说 郑洋娃在请假的时候公布梁振英不被起诉 你是不是想回避传媒 你缩下来 几乎全香港所有时代评论都是这样说 但我觉得很奇怪 如果他真的怕缩下来 你出来的时候 你应该像个鵪鱿一样 我们某月志平 他那个样子 就想起当时照星就地球的什么太 那时候说什么太就像龙黑妈 现在不像是郑洋娃 什么事情 秒语秒语 如果他真的怕 用什麼那麼囂張拔戶 結果我明白一件事 之前那幾天請假 其實就是為了避藉去面對他不避起訴的尷尬新聞 就不是害怕了面對梁振英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他應該已經失蹤了很久 他不只是這件事失蹤 他是要請假 請了兩個星期 他已經失蹤了很久 但問題就是如果他真的害怕的話 他不會用這種態度去面對 當然這個態度是很肉酸的 他令我想起什麼呢 就是令我想起譚慧珠 如果一個女人要令我想起譚慧珠 他都真的要做到很壞很壞 譚慧珠秒吹蝕蝕嗎 譚慧珠不秒吹蝕蝕的事情 他有秒吹蝕蝕 都已經令我覺得和鄭若驊那個最秒吹蝕蝕的事情一樣 同級 很恐怖 譚慧珠當然這個大理天生 我覺得就是二人去回一句 就是沒有那麼高手 難道不可以醜樣嗎 你明明玩過 我沒有嚇到他 但他加上那樣 很難想到 鄭若驊起初他的樣子 其實都不是很討厭 就是典型的手袋黨高官的樣子 你很難想到他突然間做過這樣的壞樣子 但你說他典型的手袋黨高官的相 他的背景又不太同 因為他從來不是高官局長 高官局長 秘書長 做理處長出身的 是的 他說他的法律背景 他又不是一些很出名的大狀 他從來都不是打官司很厲害的人 他是做仲裁的 他不應該給人感覺是有這一個 覺得自己是藍血 應該這麼說 在香港來講 這樣的妙才妙才妙才港女 是常態來講 是很常態的 什麼階層都是 只是有些狀況之下 譬如是陳方生 或者是余月薇 或者是特首 叫什麼 龍丫媽 我們連林鄭月娥都說不出 是 其實應該所有港女 有些成就都是這樣的 是 他不是其中一個 所以他們是特別適合的 只不過那些政治人物 之前是浸淫在政治院太久 他知道是受過嚴格的訓練 是知道死忍住而已 其實所有的女 無論是建制派民主派 全部都是這樣的 全部都是 總之一不高興 就秒嘴秒蝕 就是 你問我包他 那些沒有什麼成就 他高興的時候 都秒嘴秒蝕 但是如果受過嚴格的訓練 那些人會好一點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們兩個對比就是 林鄭現在 比較少秒嘴秒蝕 我覺得以前那些 人到無求膽 官到無求膽 官到無求膽 現在的樣子就是囂張拔戶 即是他不當你們沒有盡 那怎麼辦呢 但是他的樣子就像是 目無表情 就多過秒蝕很多 如果你給我的感覺 當然一個囂張拔戶的背後 是有凡是一個 就是凡是可惡人的可憐之處 因為囂張拔戶的人 多數都是在別人的面前 受很多事 即是跟唐老師傅 他在妙張拔戶的相 被人批評我接受 大家同不同意 譬如我記得最近 曾鈺誠出來說 其實他這樣判決定 其實都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你覺得他的判決是怎樣 判決是不是 他們的原因是說什麼 是因為沒有足夠的證據 我們已經千方百計去找證據 最後都是找不到 這樣東西 但很多泛民的評論 都是覺得 以前那些這樣 不是這樣 其實現在的爭拔戶 也不是說有沒有足夠的證據 現在泛民提出的理由都是 過往修理 有沒有找第三方的獨立的顧問 去提供一個意見給他呢 現在鄭若驊的說法就是 過往是因為要查內部的人 或者是有一個很嚴重的分析才要用 現在沒有 我們很一致都認為說 告不到 於是便不找 曾鈺誠又覺得 這個好事 有道理 你應該這樣說 我作為一個梁振英的研究專家 當年我突然出門書的研究 梁振英 對於UGL這件事 我是沒有研究的 根據我昨天才跟一個很資深的大律師吃飯 建制大律師 建制大律師 那個叫做 是答應了 你不會再做這一行 但是你做特首也不會再做這一行 他說如果純從什麼來講呢 技術上來說 他應該說如果你做了特首的話 在你做特首或不做特首 賠償的數目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所以至少那樣東西是有疏忽的地方 是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其實作為一個政協副主席 是因為所有的建網民 什麼事先 我想問回前半部 先問回什麼 根據你那位建制大律師的專業意見 是有問題 但是未至於有罪 如果你這樣說 他做了一個客觀的意見 但是 因為我以我所知 這個建制大律師都很討厭梁振英 如果他都說梁振英 不 那麼很多建制大律師都很討厭梁振英 如果這樣的話 喜歡梁振英 其實建制大律師就會很討厭 那便很容易知誰 這樣就很容易知誰 所以憎恨梁振英的很多 如果是這樣 其實以一個很討厭梁振英的建制派大律師來說 他都覺得梁振英這件事其實都不是很夠齊 不是 你聽我說 他講了一個理由 但他現在講一百樣東西是夠齊 我就是想客觀點去講 我不講他那個結論 我只是講中間一句 但是其實一個 我講講那個規矩 一個公開的秘密 正義副主席 或者現在公開的秘密 不公開的秘密 就是一個正義副主席 你如果要去告他 港府是沒有權力去告一個正義副主席 你覺得習近平是嗎 基準法不是寫明香港有獨立的司法 獨立司法陣頭 但現在是中央領導人級 即是否說習近平在香港 殺了人 不要殺了人 隨便過馬路 衝紅燈 那也是不能拉他的 習近平在香港公開衝紅燈 習近平應該沒有衝紅燈 第一 因為領導人其實是要關掉所有燈去走 所以 封了樓燈去走 當然是沒有燈這件事 第二 因為他其實所有拘捕的人 是要報中央政府的 即是重要的人物 你要報 報而已 我做了就報 我拘捕你 你托捕了才覺得 那個國家領導人應該是 他發生甚麼事 你不是要 我想拘捕他 以後你就告訴中央政府 我現在這個人有這件事 那我應該怎樣做呢 即是等於 有沒有吃飯 你申請 你發生那間非洲那個 不可以不敢說的事 我已經不見到申請 現在發生這件事 請你告訴我我應該怎樣做 如果這樣說 即是香港的獨立司法制度 就僅限於法庭 去到律政司檢不檢控這件事 不是 我首先講這個 我再講一個律政司檢控這件事 首先如果要去 但是如果是政協常委 就不用的 就可以拘捕的 所以律政權就不用報 但實際上 如果你去到這麼高級的 譬如你廉署拘捕 廉署應該有一個 甚麼委員會 我忘記了 那個委員會 以前的出入文就是 現在就是鄧國斌 是吧 鄧國斌 其實你就要 如果你這麼重要 好像梁振英當年 還沒做政協領導人的時候 好像鄧國斌 那樣說 你的聯署其實是要在 那個位置批 即是說你處理所有的事情 你不能批 那個委員會去批 才能夠去拘捕 你不是可以說 無端端那個人 那個警察 等他不做政府主席 才可以 不是 而是要主席去批 或是有委員會去通過 這樣才行 你不可以說 等他不做的時候 就不用等他通過 如果有支一日 誰不做 你都說是公司的 你都說是公司的 如果等梁振英 不再做政協副主席的時候 還要不需要公司去批 我想都要的 如果不做政協副主席 不 你現在做政協副主席 是要中央政府批 你不做政協副主席的時候 你就要公司批 即是曾蔭權那些 你要公司批 都要公司批 實際上公司當然 是會徵詢一下 一些中央政府的人的意見 但問題是 現在不要說 不要說那些 under table的程序 現在說一些 桌面上的程序 你也是要批 你不要無端的 那個警察一見到 你見到 你見到哪個 有 有 然後你再拘捕他 其實你可以拘捕他 但拘捕之後你還要報 然後你再報警司聽 我這樣說 我又不覺得 作為一個香港人 會覺得意外 你應該大家都心知道明白 有很多 特別現在香港人 經歷過DQ 很多事情 你也知道現在香港人 有很多 有一本的 有一本沒有寫出來的基本法 是在執行的 其中這一本沒有寫出來的 基本法的條文就是 所有中央級別的領導人 如果在香港要受到檢控 都要獲得中央政府的批准 只不過我覺得 你問我這件事是第一件事 我覺得梁振英 他告還是不告 是由習近平這個程度去守衡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合理 也一點都不出擊 合理的意思不同 即是你接受了嗎 我不是接受 而是你在香港的政治環境 都這麼多事情都由中央辦 直接插手的時候 告不告梁振英 由中央決定 又由 我覺得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體制上的問題 體制上的問題 體制上的問題 其實是 他們應該有些東西寫了 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哪裏 寫都不知道 是公開的 只是有法律的 就是中央領導人 你要通過中央政府 這個就是一個法律 或者重要的人物 如果公開通過 聯署公開通過 那你會知道 但是問題是 實際上操作的話 當然是連續到 拉曾任權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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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所有的人 到最後 都是中央有首行 就是 談過 這個就是 是 有關的問題 就是 就當這些政治現實 是 大家慢慢 見過幾次 就好像說 知道是這樣 但是做法 是否做得那麼難 你覺得是專門做得那麼難 讓你知道 其實就是這樣 還是他可以有些技巧 或者拿個論據出來 是 不要太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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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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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問題的 公眾利益 譬如你說 我都承認他 當年的時候 胡仙人是政治檢控 甚至是說政府政治檢控 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說是很多員工的老闆 所以很多員工都失業 你覺得胡仙案 是不是已經去到中央層次 你覺得胡仙案 是不是已經去到中央層次 他只是一個商人 至少我不知道有沒有去到中央層次 但是他肯定在中央做過農民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其實現在周顯大師也說了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就是 程序上 都經過律政司去決定告還是不告 但是實際上 律政司都要跟這個中央溝通了 才可以決定告不必做 這個農民是發生在每一個民主國家那裏 農民 所以我們講過農民 你理論上 如果你有沒有經過 農民是另一回事 理論上你去到那樣東西,它可以不顧一斤暗告,知道符合體制 但如果不符合體制,你不可以不顧一斤暗告,那分別在那裡 但討厭人家發生在每一個民主國家,你都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是另一件事,但我覺得這件事難過胡仙事件 胡仙事件很離譜,一個理由是因為他是老闆 那全部老闆都不能告的,明白嗎? 那件事已經在一開始的時候已經做到那件事 現在我覺得反而是很貓的 因為以前已經衰得太盡 那樣東西,一個老闆就不能告,因為他有很多員工 那就是全部有很多員工的老闆都不能告的 那理論上,即是我的錢不應該拿來請來打官司 應該請來請很多人,這些符合體制 那梁振英,你相同邏輯而已,你去聯仔 那梁振英他做了特首的,他以前有這麼多員工 他以前UGL也做了這麼多員工 但他現在沒什麼員工 他影響力很大的,他不應該的 他應該比胡仙哥值得告 胡仙哥那時候還有請很多人 現在梁振英沒什麼請人 已經不能再用這個理由 當年請很多人 當年請很多人已經不是 但無論如何,我看這件事 當然鄭若驊就是肉孫 但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自己為何要請十幾日假呢 我覺得反而就是為了要避嫌他自己 沒有被人告那件事 因為最大的問題就是,如果他是律政司在位的時候 即是他自己還在那個位的時候 他自己去宣佈他自己不會被律政司告 這件事就很醜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我最大的感觸的地方就是 你香港的那些人如何評論時事 即是你們經常都以為他為了避嫌梁振英那件事 喂,特區政府需要 你這群泛民、黃絲帶的根手 他純粹是因為很不喜歡梁振英 所以整個發生的事就去了茅島 不,因為如果你問我 當然你可以硬說他是自爆他轉而自視 如果他真的想去保住梁振英這件事 他應該是先宣佈了梁振英不避檢控 然後再宣佈他不查自己 但現在不是 應該作為一個港女卓真 其實真的不要介意梁振英 即是不介意不算是可以 他介意他自己醜 多於介意梁振英那件事醜不醜 而且這件事花了這麼多時間去查 就已經不是他一個 這個也是特區政府的一個問題 我自己覺得有很多事情 官是不在其為他都控制不到 你想想這件事是否會由鄭若驊去決定告還是不告 大家心知肚明都一定會不是 還有說法也對 他跟梁振英沒有什麼直接的利益 就不是說梁振英委任他 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利益衝動 大家都知道 就算是他宣佈這件事 他也只是一個傳聲筒 但其實我覺得梁振英那件事 大家已經問了很多理由出來 其實他宣佈梁振英沒有事 或者找到獨立法律意見都沒有問題 照樣是經常出口 就是無罪意見的 其實港鐵也有很多例子 港鐵現在找到獨立顧問 就是反佔中的 然後那個人就告訴你 那個螺絲扭六下就可以了 不用說那麼多 最後先跟證一下 應該說 他現在宣佈自己沒有被查 然後就宣佈梁振英被查 其實如果你問我的話 他真的要關閉的話 他應該先宣佈梁振英 再用自己自爆來轉移事 但現在他先宣佈自己被查 他找梁振英過竅轉移事 你問我 我真的比較像這樣 這個港女 我覺得他整件事 根本上他做得很多 但他自己做的事情 其實都斷正了 都斷正了 他自己的僭建 你自己做的事情 根本上你買僭建的東西 你都不應該是律政司市場 你買僭建的東西都不應該 你不應該 或者應該直接還原 你就算不拆 你都是什麼 但是他其實都不可以 這個就是目前的香港 港女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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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很性別歧視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